歡迎大家收看《開來見我》 今晚繼續有許禎和李章主持的一個 今晚是洞督少 洞督少站在這裡 坐在這裡洞督少 因為我們今天的嘉賓就是阿B 阿B 阿B 其實我認識了阿B 很多年 十年都有應該 第一次見到他應該就是 十年不是很久 你這麼大年紀 我都… 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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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我其他朋友他都算了 十年 阿B 是私底來的 我第一次見到他就是 在一個周年學校的校友會聚餐蔓演 那V就表演洞督少 其實我其實很怕看洞督少 為什麼 因為我心理有壓力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 怕不好笑 對 洞督少 我經常覺得 我是替那個表演的嘉賓 飄冷寒 因為我怕 很難… 一個人站在這裡 要說一些笑話 我覺得是很難引人笑的 萬一說出來不好笑 場面好像很尷尬 我覺得做觀眾我也有壓力 我一向都說 DV的人比較善良 我們這些壞人 真的說 我冷笑也是一種笑 我其實就是學校的 聚餐活動 師兄弟 有些就上台表演 阿V就要負責洞督少 那一下是… 其實當時阿V算是專業表演了嗎 其實都可以算是專業的 但壓力很不同 因為始終在台下有很多 可能會認識你的人 最難叨人就是認識的人 你迷他人都覺得 這個人很少 但是我想問那個場合 第一 很多兄弟在這裡 有沒有他們的太太家有 有人 有太太家有 就是如果壞了要羊 就可以唱你那個師弟 對 就是旁邊那些 Marry的DG就都知道了 因為有可能他們見到這個人 上台做得不好 他會考慮 我們的兒子還不繼續讀這間學校 糟糕 有點危險 老公你當然是Bias 但這個人好像做不到效果 OK V就提到有兄弟在這裡 有些嫂子在這裡 有些小朋友在這裡 有老師 有以前罰我的老師 罰你的老師 他更覺得我就不笑 繼續罰你 其實都是自己人 剛才V就提到原來是引起自己人去笑 或者令他們開心 會不會形成一種心理壓力 因為很不同 人認識你的話 他會看到你平時認識你的人 在台上表現 我會覺得 為何我現在這麼專心聽我的朋友說話 然後我要給他反應 平時吃飯不會這麼想的 不會說好 你先說一下 好 到你不是這樣的 變成那個關係不同了 他不只是聽我的笑話 只是聽說 但是我認識V不是這樣的 但是他這樣說沒理由的 就是那些事情 再加上如果是親戚 他們會很serious 尤其是他們可能從小到大都認識你 會覺得 都繼續很有趣 你這個很頑皮 很頑皮 很頑皮 沒有禮事 所以壓力真的不同 但是開心就是 一群人笑 你就可以指點點點 看不看你也是這樣的 那就更加會開心 明白 可能你要想一些笑話 是比較 大家叫做 個人化 大家是個人化的 去找一下 這些東西 勾回以前大家的回憶 大家做一些傻事 跟一些陌生人 完全不懂的人 說的笑話 就很不同 其實那些時候可以玩 那些叫做 inside jokes 可能同一間學校的人 我們會知道 以前餐廳怎麼搶東西吃 以前如果遲回學校 有什麼藉口 是不會被人罰 那些事情 那些會很適合 對 即是你憤怒主人 可能要罵你的時候 你要專注看著他 但第二 我以前有一個笑話 就是說 我們以前的憤怒主人 是比較矮的 那你被他罵的時候 你也要這樣看著他 其實你不是鞠躬道歉 是他真的很矮 那我就沒辦法 也要向下看著 我知道是誰 對 但其實他又很好 他又不介意 我覺得這件事挺好笑 那些小事 你真的要讀那間學校 經歷這些東西 你才會明白 如果我純粹說 有個人比較矮 你會覺得 有個人比較矮 有什麼好笑 明白 是 那這些真正的笑話 雖然我不是鬼下畢業生 但聽起來也明白那個氣氛 好像男校這些特別多 光門有光門的悲劇 其實男士們是喜歡互相笑大家 例如說 我有個笑話是說 如果是女生 當你每次很不開心 你和男朋友分手 你打給朋友 我很不開心 你另外的朋友也會說 哎呀 怎麼了 說來聽一下 是 但是男生說 很不開心 你的朋友只會這樣 那我可不可以認識他 那些 完全不會理會你的感受 是 這是我男士們的關係 是 我也在乎你的感受 不過我想加深你的印象 是吧 就伸多你一腳 是 但是譬如 剛才提到 原來你認識的人 不認識的人 其實 學夠一點 你是不是產生共鳴感 Inside Jaws 很多成的 其實也是 譬如 我自己在外面留學的時間很短 但是譬如 我也挺開心 據悉 據悉是因為這個Brexit 因為脫歐 就說這個 Lit to Britain 他們會重出江湖 就是 譬如我笑一些 比如BBC的笑話 就容易有反應一點的 我看美界 因為美界當然很流行 就是所謂棟篤笑 或者stand up 是不是 但是其實 你那個摸索過程 就是昨天 我兒子楊仰斯文 誰是周星馳 誰是慈勝周 真的有慈勝周 這個人 那他究竟 為什麼他要做一個笑象 為什麼那麼受別人尊重 其實是的 悲劇 對 好像有個方程式 對 來來去去都是這樣的 你撞到那份 不是變蝴蝶 就變什麼 變鴛鴦 但是在香港底 尤其是 所謂成功的棟篤笑 其實香港來來去去 都是數兩三位 我就是不幫你賣廣告 反正這些票都這麼快 你會數V 我常常都賣廣告 我去幫V賣 你怎麼想到 要怎麼摸索 老實實 我們那幾間男校 多口仔 喜歡說話 無論是否是女生 也好 有的事 為什麼會走這條路 或者怎麼摸 我想其實 你說得很對 很多男校 例如我們家學校 有很多人變了律師 都是把嘴巴 但是因為我懶得學法 我就唯有說笑話 第一 第二 我其實很喜歡 去了解這個世界 經常會問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做 再加上我的身分 始終我是一個印度人 大約部分的朋友 都是華人 很多時候他們做些什麼 我都說 融入不了 好像特別不同 我經常問 我做錯什麼 為什麼人家認識女生 他們又很好打招呼 那些女生走來 直接走開 我做錯什麼 會好奇 有分別在哪裡 小孩子是有罪的 我明白的 我明白的 說你也是和生命相連 我明白 所以你不明白 我就是這樣做 但我想其實 我對這個世界 很有興趣 很想知道多一點 為什麼會這樣 我每天都會好奇 為什麼會這樣做 好像說 為什麼我們入駕駛 那麼喜歡按關門的按鈕 是嗎 就是我覺得 我好像有力量 我就決定過駕駛的命運 就是我按關門 是嗎 那我去到外國 我幾天去澳洲 我就入駕駛 然後竟然沒有駕駛的按鈕 我是很不耐煩 我就覺得 那現在怎樣 就是我這樣站著等 就是這樣 會不會駕駛的 會不會駕駛壞了 會很緊張 這些世衛 我經常都會自個反思 然後覺得很好笑 再怎樣去包裝 說出來給大家笑 因為我覺得 其實大家生活上 很多趣事 只不過大家做完就算了 是不是 我就反而覺得 為什麼呢 你每天都會有本notebook 就是將你 譬如你今天看到一些 譬如駕駛的小事 你會不自己作單 你是否會這樣去記下 其實首先 我不會寫得 我會drop down 就是我們香港不會說 drop down 我會說drop down 第二就是說 因為始終印度人 我們IT要發達一點 我會用電話 不會用notebook 我會用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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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會做一些記錄 一定一定 其實我記憶很差 是嗎 真的很差 我真的好朋友 除了英俊之外 喜歡陪書 所以我來共通電話號碼 但是不能記憶差 你動得笑 可能你一個show 是說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對 你那些show 要記錄 對 所以我做show 是緊張 我忘記的東西 比那些人還要記錄 反而他們笑 我明白 你真的是動得界的譚詠麟 對 但譚詠麟也好一點 他可以撐出來 但是你知道動得笑 真的一環扣一環 你那個記憶力的問題 你又要克服自己的生命 但是說真的 你緊張 就怎麼做show 對 所以那件事怎麼調色 其實這些也有些記憶技 就是我會儘量 我每一個笑話 都會用point form去記 我就好像畫幅畫 我有一天 可能搭完笑話 就去了升降機 然後去大廈 然後就無緣無故去學校 那些笑話 這樣去搏 就不需要一圓圈背 但是會記得 搭完笑話 就搭完家裡 就是這樣 大致上這樣 但最終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要記得一些笑話 我的punch line 要撞人笑就行了 這個最重要 而我寧願不記得 之前那些日 總的笑話 我記得就行了 但是如果真的 你覺得好笑的 有些人不笑 或者你 不似如期 有些人覺得 你覺得不好笑的 突然那些人就笑 那怎麼辦呢 如果 我本來打算好笑 那些人笑的 我就會覺得 這是我的笑話 就是我佔你的反應 而如果那一刻 那些人不笑 我就會假裝 未到笑話 繼續說 再加上我這麼差的記憶 我會忘記了 那個笑話 這個就很重要 不過沒有的 有時候要繼續做 這件事就行了 好像我家裡唯一的 一條寵物 一個寵物 就是一條 彩虹魚 魚的記憶是很短的 所以我兒子就說 我家裡的魚 飯肚的一條 永遠都很開心 我們回來 除了記憶之外 都不是一問 其實笑話 都分了很多門牌 少林 沒有很多鵝味 V 屬於哪一派 接下來我們探討一下 回來開來見我 繼續和V聊一下 棟篤笑的技巧 剛才許禎也說到 原來棟篤笑有很多門牌 我不認識的 那是不是有很多不同的門牌 其實我也不認識 我猜而已 我猜應該有很多門牌 但你是好像… 我們打Rugby也是 Rugby有很多種不同的戰略 很多不同的風格 是 但你是否都是一支咪 還是會有些… 可能有些道具 或者有些不同的表演 唱歌 雜技 可能是… 話劇 對 怎樣 其實棟篤笑 好像音樂 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你不能說誰是正確的 例如有爵士 有樂器 我的風格就是很純粹 就是一個人拿一支咪 說話而已 我很少會以賴 PowerPoint 很少會以賴 PowerPoint 你說真的嗎 對 有些人真的會 他會有些PowerPoint 我會示範一下 我會示範一下 OK 沒問題的 那些人會笑的 那些不是PowerPoint 那些是SuperPowerPoint 明白 對 但反過來 其實有些人可能是做墨劇 也有 例如我每年都會去謎本的喜劇 他們有很多場表演 可能一場表演是墨劇 不說話 但很搞笑 用身體語言去跟人溝通 別玩 有些也是小丑的 就不是你純粹很傳統的小丑 有紅色鼻歌 不是這樣 但是用小丑的技術 可能到處走很亂 好像不知道做什麼 但如果你今天看完一場表演 好像很亂 你明天看會發覺 其實一模一樣 他亂來是很整齊的 亂中有在 對 你才會 去到那個位置 他要吹波波 他就真的吹了波波 對 那個位置要做些什麼肢體的動作 他就真的做了 對 他要滑到真的 特地會在那個位置滑 會彈得很斷氣 例如我有時有些笑話 可能是扮一些聲音 我都可能會扮一下扮斷氣 那些觀眾會說 他真的斷氣 他很有趣 但如果再說個笑話 我會有斷氣 很明顯你真的在香港出道 香港的觀眾是最開心 但是會不會 譬如你一年做很多場表演 或者可能在不同的地方表演 但是 譬如你一陣子做這個表演 可能一年做五晚 是否五晚都一樣 其實每晚都有一些不同 如果我連續看三晚 會不會有些驚喜 其實是這樣的 我們如果去那些喜劇 自己做出 他會期望你每晚都一模一樣 因為好像看戲 看話劇 我就會今晚和明晚 看應該一模一樣 例如我去墨爾本 可能會做十二場表演 十二場表演 都每一模一樣的內容 但始終可能觀眾的反應 不同 可能在這個位置 他們沒有笑到 我就可能會改一點 可能會趕快一點 也可能你做了一下 有個觀眾可能會大叫 那你不能辦沒事的 我試過有一次做表演 在墨爾本 我們家裡的房間 隔壁 我們是八點至九點 隔壁的表演 就是七點半至八點半 每次的表演 到中間 會突然聽到外面的人 走 整個觀眾走 我第一晚會覺得很恐怖 火警 為何有些人走 我開始知道 我到第三晚會跟大家說 我可以看到將來的 一會八點半 隔壁的人會走 相信我 一會知道 做了下一場表演 突然聽到腳聲 我真的厲害 這麼容易欺騙 你不要亂說 我父母澳洲人 是嗎 真的 然後我會舉一刻 還有我覺得 下次六合彩是六號 十四號 那些人覺得挺有趣 就是這些元素 所以是舉一刻有些變化 但我的內容 99%都應該一樣 但我們也喜歡玩美式動中笑 就是很多時候會跟觀眾互動 可能這位坐前 這位先生和這位女士 是不是在拍拖 不是我 好像在拍拖 你的大腿摸著她 為什麼 原來兄弟 用大腿摸著她 有一點難度 是兄妹來的 但是我覺得 會這樣玩 我們這樣會改變 再加上 可能你去一個普通Company Club 他們那晚 那些人不是來看你的 他們來看一場表演 他不太理會你 還是哪個人表演 我純粹想突然笑 你可能那些會輕鬆一點 覺得 今天我感覺 不如說A B和D的笑話 明天就可能我感覺到 是C和E和F的笑話 這樣去拍拖 就像一個Library 去選一些笑話出來 這樣 明白 那阿B剛才提到一件事 譬如我們提到另一個城市 例如Melbourne 就是喜劇節 很明顯 雖然我們知道那裡 都很多唐人 或者日裔韓裔都不少 但是我猜 那個應該是用英文的 是吧 那有沒有說 你自己做的這些 都都笑話 各式各樣不同的喜劇表演 是 現在主要是中英文 還是還是如何 其實我去米爾本 開頭做的時候 是做英文表演的 但是近來我去說 我只是做中文表演 第一 這是不是笑話 真的 這是堅笑話 也是堅的 為什麼這樣做呢 第一 第一沒有競爭 那我就贏了 已經是勝負了 那有人跟我爭 第二 那些搞手都不知道我講什麼 對嗎 這好像是一個好節目 是吧 你才是 你用廣東話 在那裡表演 做表演 而觀眾 例如我都是華人 越南人 泰國人 是懂得聽廣東話 但是那些搞手 全都是西人 他們不懂得聽中文 我的Soundman 都不知道我講了什麼 你想要的喜劇效果就是 你後面幫你做的人 其實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不過他極有成功感 極有滿足感 對 他反而在全場表演 就是在看他的聲音 我等到他說的這個字 再加上 可能到最後 例如我有一次做表演 因為我過了一點 那些時間要很頻密 明白 我們在做表演的時候 我就跟觀眾說 大家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要離開 你看到後面有一個Soundboop 那人 那些人拿著臉 不要拿著臉 那些人已經在嘴巴我了 那這個時候 他跟我說 快點圓著 那我要罰你錢 所以大家麻煩你走的時候 讚他 哇 這個表演很好看 這樣 好 好 那些人走 好 好 那三個都覺得 算了 原諒他 那些人很開心 但是譬如 現在 我們認識一些 剛才說的 男校學生 很多人都喜歡搞笑 總有一些人是比較有趣的 很多人受歡迎的 很喜歡說笑話 但是 平時我們跟朋友說笑話 和真的出來 用笑話搵吃 是兩回事 那如果真的有一些人 真的我以做RV為偶像 我希望入這一行 他有什麼入門的途徑 或者應該怎樣練習 你有沒有跟師傅 其實如果有人 是用我做偶像 首先麻煩你馬上聯絡我 我想知道你哪位 最好不要入行 是不是 你為什麼 這樣 其實很有趣 你在台上表演 和在台下 和朋友一起聊天 是兩回事 是 很多人可能很聊天 很社交的 但是上台 因為始終第一 那些觀眾是不認識你 第二 那一刻我亦都不認識你 那我為什麼要聽你呢 是 他習慣了很多認識他的人 一來就已經打了肩膊 問你什麼 就是這些事情 反過來就是 反而是一些 平時不多出聲的人 經常都在思考 思考著 怎麼會這樣 然後你上台 解釋你的世界 給別人聽 人家會覺得 這個人挺有趣的 反而是越靜 上台的發揮能力越強 反過來 我自己也是 就是我喜歡廣東笑 亦都不代表我每次出道 都不停在打笑話出來 就是我的朋友 都會覺得搞錯 都不好笑過你 然後說搞錯 你也不是非的 就是這樣 但是我會鼓勵很多人 其實動作笑很簡單 就是 你其實只不過在留意這個世界 而問為什麼 用你的方法去解釋 這件事為什麼要發生 那你的幽默感就會出來了 就好像說 我會覺得香港人用八達通 其實一開始很好的 拿一個錢包 只會把錢包裝 開始變化不行 我用手袋 在磨我手袋 用手袋 亦都見過 有個人的銀包放在這個袋子 然後要這樣去掃 我會覺得 這個人他平時增值 是怎樣增值的 是不是去一間便利店 不可能增值100 這些 我覺得挺有趣的 寫下 我想解釋這個人 為什麼要這麼懶 不會增值100 因為八達通增值的名額 最少是50 他有這麼渺慢的動作 應該每次都是50 應該是 增值10次 應該是 對 等下 那些便利店的姐姐 只能啤到他幾個 對 不過等你50 我覺得來了一次 應該是 結束了 剛才說到有些美式 或者英式 不知道有沒有 港式 不同 還有你也說 會跟觀眾有些互動 可能你會玩一下 你不要摸他大腿 但是有些人可以玩 有些人不能玩 那怎麼辦 你怎麼分得到 譬如我這樣 你當然很介意 但我放在李瓶那裡 他便很爽 對 對 那件事要拿捏 尤其你知道 亞洲人 包括中國人 玩不同的東西 未必玩得 真的未必玩得 對 譬如那個 真的是他女朋友 不過是不能提醒那些女朋友 對 我明白 你怎麼掌握那件事 其實幾件事 首先就是你要看那一刻 你一開始問他 例如說你叫什麼名字 他不是很想回答 我問他 你來參加我租的 如果我叫他Tom 那樣 這個人整個整個文章 應該有一點智慧 再加起來 加起來 他好像肯回答 他語氣又開心 就跟他聊了一會 其實你頭一兩個問題 都在感受那個人的性格 這樣玩下去 也有時候你可能會感受到 那些人是完全坐著很安靜 挺好笑的 你開始這樣 你會感受到他好像覺得 這些人太正確了 他是不能碰 如果你是一個平時是一個CEO 你不習慣別人去問你這些問題 那你反而覺得 你在問我 麻煩你問我的助理 我們會出一個折扣給你 就是這樣 你會慢慢感覺 好說是那個感覺 那樣東西 所以你見得 其實你表現得多 你見得人不多的話 你慢慢慢慢掌握經驗 反而你可能是一個心理學家 你對於人性掌握 都很了解透詞 會不會一刻 越聽越恐怖 可能你應該做官 會不會這樣 可以的 的確會 就是你會對你 怎樣去讀一個人的性格 是會進步了很多的 但是當然 我女朋友就不會這樣想 他覺得你根本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做了十幾年 現在還怕不到你 不要緊 任何一個職業 永遠都理解不到 自己的女朋友 或者自己的太太 是想什麼的 你不理解到別人的太太和女朋友 那也是另一回事 但是剛才我們提到語言 要讀不同的人等等 其實都牽涉到文化背景和種族 這集還有一點時間 你怎樣看 怎樣跨越 還是對於你來說 不是問題的 不同膚色不同語言 其實都有共通 還是反而是優勢 其實可以是優勢 可能我講的角度 別人反而覺得 沒有這樣想過 但其實最終很簡單 別人來看我們的表演 可能一開始看到我上台表演 她的腦袋在想 這個印度人說得很少 挺好笑的 但我很肯定在十分鐘 或者二十分鐘的表演 或者整個小時的表演之後 她是忘記了我的身份 她只是聽著一個人 說他的笑話 說他的生活 而剛好我的生活 就是一個印度人的生活 其實最終大家在一個地方 一起做一個活動 你是會很簡單 忘記了身份的差異 反而就覺得 我們一班人笑了幾開心 明白 聽完Viam說 就已經是由個人的舞台 去到整個社會的大舞台 我們不會浪費這個機會 留多他一集 再探討一些深入一點的問題